各位早安 我是大晴 今天我們來新增一下傳證的數量吧 最近官方新增了一個傳證相關的任務 就是可以增加服飾系的傳送執政記憶數量 原本只能儲存3個地點加上本身的城市存點 現在只要解完任務就可以儲存6個地點 但是任務的部分地圖需要200等才能進入 所以建議還是開200等的角色才能解完任務 還有新增特殊密屑的傳證記憶功能 可以說是新增蠻多的便利型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出發吧 我們先前往中央的教堂左上方 跟這個傳教士羅傑塔對話 參加 然後再對話一次 就會出現兩個地點讓你選擇 但是這兩個地點的任務都要解完 所以先選哪個都可以 那我們就選Wumbara 他就會帶我們前往Wumbara 到這邊之後記得先打個Memo 然後對話 其實這個應該是選兩個都可以啦 然後他會請你去宴會廳驅逐100個亡靈 然後拯救出3個信徒 因為廳就是死都一樓 所以要200等才能進去 這邊要從夢羅克的喵喵卡普拉前往死都 然後可以看到地圖上有3個加號 就是3個NPC 要跟他們對話 並且在這張地圖擊殺100隻怪 個人建議是先對話啦 就你在找NPC的過程中 就會遇到很多怪 開啟傳證 然後打完100隻怪 這邊如果主教沒辦法自己打的話 可以找朋友組隊幫你打 或是對話完NPC之後 直接給一場死翼練功團 就可以順利結完擊殺任務了 打完之後就可以用傳證傳回問巴拉 然後跟泰特對話 那問巴拉部分的任務就結束了 接著回到這邊 接取另一個部分的任務 然後他就會直接詢問 是否可替換成 暗影布羅克的坐標 所以他會直接給你鋼都的存點 按確定以後 就有鋼都的存點 直接傳過去 然後一樣對話 這次的任務是前往礦山 擊殺100隻怪 然後救出孩子 天啊孩子怎麼會去那種地方玩 這幾個小鬼等級很高喔 那這邊就是礦山的入口啦 這邊一樣先找地圖上三個孩子的位置 對話完一樣 把100隻怪擊殺完成 OK 打完100隻一樣回 暗影布羅克 然後跟這個蘇安對話 我們就解完任務啦 回到大教堂 跟他對話以後 他就會再增加兩個傳送點給我們 那以上就是傳證 增加紀錄點的任務啦 那另一個任務是 旅行者石碑記憶空間開放 必須解完剛剛那個任務 才能使用這個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 傳證可以記這些特殊地點的位置 但是他沒辦法用memo存 他要透過跟MPC存點的方式去學習 那我們就直接去深夜湖水三樓 測試一下 那這邊出發之前呢 我建議先把傳證的存點先存滿 那我們就隨意再存個兩個 反正等一下會被覆蓋 然後到這邊之後呢 右下角有一個旅行者石碑 對話 然後電線開始建造 他就問你需要藍礦還是聖水 看來你是非常想要我的聖水 那我就用我的聖水 來建造這個石碑吧 11% 建造 聖水 反正就是你可以隨機選一個材料啦 那如果是主教的話 藍礦一定會比較多 所以可以用藍礦就好 就一直按 OK建造完成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選單 就可以選擇你要覆蓋藍位 然後第一個藍位就是你儲存的程式的點 那我們可以選第二個或第三個 就是剛剛隨機存的 好 建造結束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現在從中央就可以開傳證 傳到深淵湖水三樓 這個對於練功是非常有用的啦 就是如果你要練功或是解任務的話 就不用再用世界移動卷一直在移動 那他另外還有四個點 四個點分別是奧丁 然後還有古城地下水到四樓 這個就是虎溪區 虎溪皮也是斬首製毒的重要材料 那可能未來開放一些新地圖要從這邊去的話 那到時候在記憶才有效 還有中塔地上四樓跟中塔地下四樓也是 也有可能會開放新的中塔相關地圖 那以後再記就好了 以上就是關於傳證新增的相關更新啦 尤其對於練功跟姊妹列來說有蠻大幫助的 尤其伊甸園3.0也有新增礦山奧丁龍士的任務 所以使用率應該是蠻高的 比較遺憾的是礦二沒有設置石碑 不過我們相信橘色以後會想起來的 我是大晴 我們下次見 掰掰